小柏� 小柏扇 我有嚇到? 我就說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因为我是全程参与我姐的人生 所以我知道他们当时爱得有多深 所以我没想到他既然就是结束了之后 既然还会有 就是他当时爱得那么深的那个人 再回来追求他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我姐的人生真的好 好怎么讲 好奇幻哦 一个奇幻奇幻冒险之旅 我那天在录影的时候 就是礼拜六 我都不是都要录那个小姐不惜地 然后那天就是错过了 跟那个母女四人的聚餐 可是那天那个 妈妈跟两个姐姐都有一直吃饭 所以既然都已经可以一起吃饭了 我想应该是OK吧 因为我们母女四人感情就是非常好 然后身为妈妈当然是会有她的那个担忧 但是她毕竟还是爱女儿的 所以就是不可能会撑多久的啊 我个人是非常想要跟她见面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真的非常帅 我很想要知道她现在那个状态变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有一直跟我姐说 哎你可不可以跟你老公讲说 在蛤蜊的时候尽量吃少一点 然后尽量做那些那个福利挺身 然后就是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姐妹就是可以大摸特摸 然后还有不要让我们失望 这件事情把我姐惹毛了 因为那个姐夫在那个隔离的时候 然后还是会视讯嘛 然后因为她都叫我婷婷 然后我就说 哦爸 然后我就一直说 一直问她说 你就是要 那个问她说 你认不是崔宇芝 然后她就一直听不懂 然后我就说 李中硕 然后什么什么张鹤什么什么的 然后她都听不懂 然后后来我就有弄那个照片给她看 我说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她就说 他们都太年轻了我不认识 我说蛤 我说那不然刘再喜呢 她说刘再喜也 她也不太认识 然后我就 我姐说你干嘛这样逼她 然后我姐说 她好像也认识那个 Running Man里面的哈哈 我说可是我喜欢的是李光珠 然后我姐说你有完没完啊 你把我老公当什么 我说没有啊 不是就是因为我也是哈涵的人啊 就是她如果出来 然后将来我们一起到韩国玩的时候 就是可以安排几个明星 我们一起带她做朋友嘛 然后 你觉得韩国跟姐夫是什么 不可能 因为孩子还是要在那个 在这边上课什么的 倒是我觉得姐夫是 她的工作是完全可以 就是不需要待在一个地方做 因为她实际上是 又是当DJ 然后又是做那个 艺术创作的 所以她到哪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她留在台湾的可能性 反而还比较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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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